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会吗 不是口臭吗 口臭有 但是长口窗就是所谓大肠说的嘴巴破 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对于这种东西都会认为说 嘴巴破无所谓 喝多一点水基本上就没有事 但是有时候不只是所谓的口窗 有时候嘴巴里头还会长一些不明的一些肿瘤肿块 听起来好像很恐怖 所以今天我们佛丽佳屋站将和大家探讨 就是我们口腔当中 可能也会寄生一些刚才你说的一些不明的物体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主题 口腔癌是最致命的癌症之一 大马癌症研究所的口腔癌研究主任曾估计 2015至2035年 我国的口腔癌病患的提升率会比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还高 口腔癌的发生一般从一个看似简单的增生物开始 在生活上人们往往会忽略口腔内的增生物 因为有些增生物无痛不痒 有些还会自行自愈 虽然如此 我们也不可以轻易忽视它们的影响及癌变的可能性 究竟口腔增生物的种类有哪些 是否所有口腔增生物都会癌变呢 在这个口腔癌行动月 一起透过活力加油站 更了解口腔增生物 重视口腔健康 是的 我相信口腔健康 其实很多人从小时候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 每天一定要清洁自己的嘴巴 确保口腔健康 但是这样做真的是足够吗 当我们口腔里头出现了一些 所谓的不明物体的时候 它到底预示着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今天请来的就是 口腔合面的外科医生李志伟 Dr. Lee 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Dr. Lee 你好 Dr. Lee 你好 那么其实有些时候 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口腔的一些增生物 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还没刷牙 可能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东西 那么其实它是什么来的呢 Dr. Lee 通常如果那个不明的增生物 基本上就是一些外来的东西 而在你的嘴巴是一个不明物体 所以通常你就需要去 见牙医去检查一下 那个不明物体到底 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可能是会是一个 异常的组织或者种块 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对 基本上它可以在你的口腔的很多个部分都会发生 然后它未必是一个单数 它可能是一个有同样一个地方 有几个多过一样 多过一个的那个位置 Nopan 以你的经验 它一般上还是长成怎么样 它可以是一个好像一个凹舍 它可以是一个好像水泡 它好像可以是一个多长出来的一些比较毛毛的那个东西 它其实它可以很多个不同的形状 或者是那个硬块或者是软的那个形状 只不过当每一个人的口腔有这种东西 肿块或者这个增生物 一般上是不是可以分成有一些是良性 或者有一些是恶性的 对 基本上呢 在口腔的话呢 基本上通常 比较普遍的我们见到的就是良性的 当然也会有恶性的 但是呢这个良性或者恶性呢 基本上是需要通过一些医学上的一些检验 才能确定到底那个东西良性和恶性 通常我们这里看 这些是良性的 对 所以可以分成几种 对 这种就好像那个 我们所谓的那个糖射的种 或者是那个它的凹舍在那边 所以它就会觉得很痛 然后这种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你的牙齿可能有问题 你的牙齦就会有一点红肿 然后呢通常 对外界来说 通常它就会当着是一个 我们的身体上的热气 喝多一点那个凉茶什么 通常那个呢就不是能根治的 它可能短暂时候 它给你一个比较舒缓的情况 但是那个问题基本上还是存在 所以到最后呢 你还是需要一个牙医帮你检查那个伤口 然后一般上我们看到的溃烂 或者是我们所称为凹舍 凹舍你可能说 嘴巴破 嘴巴破 其实这个也是良性的 心肉也算是良性的吗 老师 它可以是良性 它可以恶性 但是呢基本上呢 我们不能只是看它的外观 就跟你确定它是良性 要化验 要化验 但是有些人说 嘔吱如果你不注意啊 可能越来越大 它可能变成口腔癌的 那你们怎么去鉴定 OK 基本上呢 很普遍的几个方式 可以自我检查的东西就是 第一 如果你的那个嘔吱 如果是会痛的 一般的都会痛不是吗 是 都很痛的 所以会痛的通常它就是良性 会痛的是良性 恶性的通常都不是 没有直接的 没有 不会痛的 所以为什么 有些病人会延迟就医 就是因为这样 它不痛 所以它就不当这一回事 所以如果良性的话 它就会痛 对 所以如果那些嘔吱 如果是良性的 通常它都会痛 第一呢 它会痛 第二呢 它应该在 一到两个星期里面 会自行前驱 不是这个 它的整个牙龄 好像肿起来 是什么一回事 那个呢 可以是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口腔没有照顾干净 所以那个牙龄发炎 发炎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 医生给的药物 它基本上就会造成 我们的牙龄有这个反应 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牙龄的增胸 它除了会红肿之外 它可能也会有 这个情况是 是怎么样所况时 通常这个牙龄增生的话 通常就是比较普遍我们可以见到就是 当一个人 他的口腔干净没有注意的好 他很多牙齿或者是那个 藏在他的牙齿跟牙齿之间的空间 食物残杂 对 然后呢 他的牙龄就会红肿 他牙龄红肿的话 你就会如果比较严重的 就会到达到这个程度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 一天或者两天 瘦不干净 你就会变成这个情况 这个口腔比较长期 Doctor它跟牙周病的差别是 它其实就是牙周病的 严重的牙周病 对 然后这个呢 更严重就会变成瘤啊 它其实是一个 好像我们讲overgrowth 就是跟刚才有一个 很多牙 牙齿红肿的那个情况一样 只不过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牙齿不健康 所以你的牙齿红肿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这种比较红比较肿 所以如果这种病人 他刷牙的话 他就很容易觉得 他每天刷牙的话 都会流很多血 好像很痛 会痛的吗 会痛 会痛 但是因为这个 他不是那种很 很剧痛的那种感觉 所以通常病人都已经 就比较麻木了 因为常识 他就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 正常的情况 Doctor 我们刚才这样看 就是它可能就是口腔的真生物 是一般上长在的这个位置 可能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牙齦了 对 舌头也包括 对 就是刚刚那个扁桃 扁桃也包括 嘴唇也包括吗 嘴唇也包括 所以有的时候人 有些人吃东西的时候 当然不小心咬到那个嘴唇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很普遍的 我每次会发生的 然后第一呢 比较普遍就是 你会变成一个凹射 然后有时候呢 你会不了解咬到那个 比较微小的口水线 所以你就会种一个水球上来 那个其实是口水线阻塞 所以基本上那个呢 它是不会自己消失的 你是需要去做一个手术 拿那个口水线出来 比较那个微型的口水线 所以是一种专业的医生 我自己用舌头这样去按它自己破了 对它破了 但是它当它的那个表面好回来 它又再肿起来了 如果才自翻 就是一直在肿一直在肿 会不会是恶性了呢 通常如果真的是口水线的话 它还不会变成恶性 不过呢 它的表面的那个皮呢 因为它很多次的创伤过 它就会变成比较厚一点 然后比较硬一点 这样如果你们拿 你们是拿什么出来 拿那个口水线出来 我们叫做minor salivary gland 哦 哦 那个是可以拿出来的 可以拿出来的 其实我是不脱的 你会觉得长一粒这样 不是同一个地方每次发生啦 就可能很久 两年三年 有一次这样 你就会觉得水泡源源的一粒 这样我就用舌头按摩它 就会爆 对 它会爆 但是通常它爆了 当然会有些情况是 爆了过后它不再长出来 但是有的通常呢 它爆了过后 表面的表皮 好了过后呢 它其实就会回那个源泉的 得到我们谈了这么多种 所谓的不明物体 或者是说增生物 有没有说哪一些是良性 那如果是良性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不用去治疗 啊 其实不是 如果是良性的话 不是讲你不需要治疗 至少呢 那个治疗的方式比较简单 或者是说风险 也基本上没有风险 你只要去除它 它应该就会好回 原本正常的组织了 所以就是说良性 我们看到它不会演变成 癌症就是所谓口腔癌 但是这个也不是百分百 但是基本上通常良性的话 它就不会自己化变成癌症 然后那些比较 有些它的表演是比较 奇怪的 通常我们就要拿切片化验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一个正确的病诊 所以我们才能对症晒 那个就是所谓的不典型 是属于不典型的吗 对 那个不典型通常 就是好像你的口腔膜那边 有时候有些比较年纪大的 它会忽然间跟你说 我吃了这个家里 我今天的家里 好像比平时我吃的 还要比较更辣 可能它的位置会更敏感 它的那个表面膜会觉得比较敏感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在舌头的一个 这个在舌头了 对 是痒症还是什么 它可能是痒症 然后呢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先检查看 基本上口腔是不是 口腔健康是不是照顾得好 通常我们会先从一些 比较conservative的 management 来处理一下 然后如果再不能的话 基本上就是切片化验 然后有一些情况是 你需要验血 看你的那个身体上的 那些该痣全部 到底是不是有那一个部分 是比较低的 或者基本上不是在正常水平的 也会发生类似的 对 也会发生 因为通常病症呢 它有时候它有些病症 它是会先在你的口腔里面 出现 出现给一些症状 给你一些新的 所以你可以去经过 如果这么说的话 容易有这个口腔里面 有增生物的人 是否就是这些人群 他是可能免疫力没那么强 或者不照顾这个口腔 健康卫生的人 对 那除了这两群人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抽很多烟 或者是喝很多酒的 又或者呢 刚好你在那个时候 你的生活压力很大 然后你又晚上睡不好 所以那些东西或者是 你的免疫力有多 对 你的免疫力低的话 然后又或者是 那个时候你刚好吃很多 煎炸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硬的东西 然后它可能会伤到 那个嘴巴里面的那个膜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 有些人就会把它 当成是一个热气 热气 对 然后在这里长期慢性的刺激 看到有很多种不同的饮料 是否比如说我们说 有刺激的饮料 可能茶啊 咖啡啊 泡水 类似泡水 那个还比较少吧 通常我们认为 那个酒会比较多 因为酒的话 第一它的那个 氧化的成分 有的时候可以 有些酒类是可以看到 40%那些 对对对白酒啊 对 那个可能就比较 那我们还看到一个年龄 有事讲说年龄 年纪比较大的 对 是免疫系统吗 因为通常对我们来讲 比较直接就是免疫系统吧 然后很多时候当年龄大的话 现在的马来西亚人 有时候你会有很多那些 高血压、糖尿 他们需要吃很多种不同的药 所以有时候这些药呢 它也会给你一些 比较口腔里面的那个 效果 是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 Doctor 慢性感染 所谓的慢性感染 是否跟HPV的这种 有关系 的细菌有关 有关系 但是这些呢 通常基本上你都要 切片化验 你才能确定 然后他们就把你那个 那个组织拿去化验 做了一些试 你才会 这些普通牙科 是做不了的 对 一定要跑去一些 口腔转科 对 比较口腔转科 因为呢 至少你的那个 切片化验的 你要先去一个 比较 专业的那个 所以才能 让那个试验给你 对 才可以做有关的 这个细胞分析啊 等等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还是会聊 有关我们的 这个口腔增生物的 但是呢 刚刚我们一次聊到 就口腔癌嘛 对 那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有关这些的 口腔癌的种类 到底有多少种呢 口腔癌的种类 舌癌 舌癌是发生在 舌部的恶性肿瘤 在口腔癌中 最为常见就是 舌磷状细胞癌 其癌细胞的发病率 占据首位 大约占口腔 恶性肿瘤的 43.4% 舌癌的病因 至今还未完全明了 目前认为 与环境 神经精神 内分泌 机体的免疫状态 以及遗传因素有关 舌癌的症状为 舌头发生溃疡 疼痛 运动障碍 颈部淋巴结肿大等等 牙炎癌 牙炎癌是经溃疡慢炎 导致牙齿牙炎暴露 牙齿松动 牙炎敏感 咀嚼疼痛等等 牙炎癌对正常生活的 影响非常大 病情加重的时候 甚至会导致 无法咀嚼食物 正常张口 口腔与面部剧烈疼痛 口内出血 散发臭味等等 牙炎癌的典型病因为 基因突变 免疫力低下 慢性炎症 吸烟 喝酒和咀嚼槟等等 牙炎癌呈现在外的症状 与牙周病相似 因此千万别忽视 牙炎引发的 红肿和溃疡等等症状 唇癌 顾名思义 唇癌是发生在 嘴唇上的恶性肿瘤 多发生于下唇 大约90%发生在 下唇红圆部 是口腔癌常见的类型之一 唇癌的症状为 唇部出现扁平状 或是略微隆起的 发白斑点 就好像无法愈合的 溃疡一样 以及唇部或是口腔周围皮肤 也会有麻刺 疼痛和麻木感等等 导致唇癌的原因 至今还不明朗 但是医学界认为 增加唇癌的风险因素 包括了使用任何种类的烟草 唇部过度日晒 和免疫功能低下等等 好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 就是口腔内 可能有一些不明物的增生物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它 免得它恶化 在现场继续有我们的口腔 外面外科医生李志维的风力 那Dotaly刚才我们今天谈到了 这么多种 这些所谓的口腔里面 可能会出现那些不明物 或者是说增生物 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说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找医生 基本上 其实如果你认为 你的口腔忽然间 有一些比较比平时不同的情况 这样子可能有一些地方 会比较痛的 有一个地方 有突然肿了一类东西起来 或者有些地方是流血的 或者生浓的 或者有一个痕疾的 你基本上都可以去见牙医 检查 至少知道一个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体系 什么情况 安心一点 对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就等它几天 看它会不会好 也可以 你等它底线也可以 但是你自己要观察 可是通常要观察几天 五天到一个星期 应该没问题 因为一般上 我觉得很多人会忽略到 可能我们的这个口腔的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小东西 就说哎呀 我在等一下看一下 它不会像就是可能手 或者发烧等等 所以也是要特别注意 对 但是因为基本上 嘴巴里面其实很简单 你每天吃东西 都是用嘴巴 所以如果当有一天 你会觉得有一些位置 是你比较不舒服的 当然你可以先自己 自行观察几天 但是如果你认为 几天过那个情况 是比较严重的 或者还没好的 这样我就认为 你应该要趁早就应 OK 刚刚我们有提到 比如说可能去酒 可能或者是卫生问题 会造成的这些增生物 对我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不是说 补牙 可能会有放假牙 这些会不会造成 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敏感 然后变成有增生物呢 会有可能 如果说人家穿的那种假牙 它的边界的位置 是比较锋利的 它可能会弄伤你 简单的话 它可能会弄伤你的牙龈 OK 比较严重的话 它可能你的牙龈 一段长时间 一直每一次都有创伤 它可能会形成到一些 比较不好的肿瘤 所以基本上 有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是需要建牙医 来帮你处理一下 或者帮你断诊一下 到底它是什么情况 刚刚我们有提到 大家要注意 可能喝酒 或者吃一些酒精的食物 可能会造成促成 有这个增生物 对 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一点 那其实这些病患 假如说他们就是出现了症状 然后去找你们专业的医生 那基本上治疗方法是怎么样 是先吃药观察一阵子 还是真的是要立刻动手术 基本上没有 我认为基本上 如果他们去见牙医的话 通常我们是会先检查 然后通常在口腔里面的 那些不明生争物 我们先会看一下 到底它会比较趋向于良性 或者是恶性 如果当然良性的话 我认为医生都会先给你一些 比较药物或者是消炎 或者消炎给你观察一段时候 如果那个情况还没有改善的话 他可能就是帮你转接去见 专科医生 或者是他会给你一些 比较适当的提示 如果真的要进行有关的 这些组织的 刚才还用我们讲这个活检 就是你们医生一般上都要切 有关的一部分的这个细胞 对 那个细胞通常就是把 一部分是良性的 一部分是那个 你这位那个不明物的那个位置 所以你先去那个 lab的时候 他们至少他们可以检查 从一个良性的去到一个 比较不明的物体的那个位置 到底它的变化是怎样 所以通常我们都不会把 只是在那个位置拿罢了 我们会把我们加多一些 那个比较健康的部分 就拿很多一下 长官 基本上不大会 如果有时候你的那个口腔不明物 通常也只有大概几毫米 通常其实还好的 通常类似是这样做一个 就是一个叫活检 对 报告多长的时间就可以出来 一到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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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那我可不可以 有没有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假如说那个 它的一些这些不明物 可能一开始是良性的 但是它拖了可能多久之后 会变成恶性 或者是说会演变成很强 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然后也要看那个良性 它开始的阶段是什么 那如果一些比较平时 比较长会有变化去 比较恶性的话 通常在医院里面 我们都会要求这些病人 每固定每三个月 或者每半年都需要来检查 所以我们只是一直观察 那个情况 如果那个情况 我们认为它其实有 比较变化 比较明显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也是用切片化验 来断定到底它还是 之前的那个 状况还是 诊断或者是 它已经有什么改变 那么除了这个切片 可以说好像咽血 等等这些可以的吗 其实咽血的话呢 就基本上是 断整你的身体的状况 是什么情况 但是呢 那个 那个不明物的话呢 你还是要切片化验 才会知道 你只是单靠 怨血的话 通常就是不能 是 那么一般上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 有关的这整个的 检验的程序 那么想问一下 Doctor 其实一般上 如果真的遇到这些 可能恶性的啦 这些真生物 你们会怎么去处理 直接动手术 切掉还是 还要进行一些化疗 还是这样的 那个我们基本上 先就先要看到底 我们拿到的 那个切片化验的报告是什么 然后我们通常 我们先会跟病人商量 他当时最好的治疗方式是什么 然后通常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 比较大的决定 所以通常呢 病人也需要 一个一段时间 可能一个星期左右 或者之内 去讨论 他们其实基本上要怎样做 所以对我们来讲 通常如果那个恶性的话 就是动手术 或者是做那个 电疗或者化疗 所以那是治疗的部分 对 那是治疗部分 但是我想说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 预防是生于治疗的 那怎么样来预防 我们的口腔会出现 这种所谓的不宁 基本上呢 第一就是 你要保持口腔的卫生 那个最重要 然后尽量不要抽烟 然后那个适量的酒喝 适量的酒类 然后基本上 每一天要刷牙两次 然后你刷牙的时候 除了用牙膏 除了用牙酸 你又要用多样东西 就是基本的 就是牙线 那在这里啊 口腔保护装置 为什么这么重要 它不会造成有增生物啊 不是 口腔保护那个装置呢 基本上就是 保护着你的牙齿不了 基本上如果你有创伤 还是什么的 有时候那些 这些外来的东西 它可以保护着你的牙齿 不会被创断还是什么 哦 明白 那刚刚我们有了解到 那个治疗 我很好奇想问一下 其实刚刚doctor 你有讲到 就是可能化疗啊等等 因为我知道在化疗当中 它也是可以分很多种 什么有一些叫做什么 冻结啦 对 或者激光啦 那个 那个 好 激光基本上就是 一种切除肿瘤的一个方式 雷射去切掉它 对 基本上你用那种 我们所谓的 精神刀切掉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雷射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 同时帮你切除那个肿瘤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止血 对 然后那个激光的呢 通常现在是用在 比较再多于口腔 那个舌头的癌症 因为它就好像 直接割掉那舌头啊 不是不是 它可能它就是 把那个激光的那个 放在那边 然后它就好像是一种 那种 所以射死那些癌症宝 对 因为现在普遍我们知道的 癌症宝 就是你在一个仪器外面 然后它就这样 这样造那个 它这种呢 通常就是 我们直接放在那边 但是呢 这个基本上也不是一个 很普遍的东西 就是不是 每一个病人都会适合的 基本上在看你的情况是什么 或者说这些哪些治疗方式 其实是有危险性的 每一个治疗方式都有它的风险 和它所会产生的 那个你的后遗症 基本上就是看你当时 你要处理的那个肿瘤 它的位置在哪里 我对我这里有一个观众朋友啊 就是今天很多观众很积极 他想问的是 我们这个观众朋友的 手机尾号8909 他想问 蛀牙会演变成口腔癌吗 因为蛀牙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他就可能等啊等等 忍着痛这样 基本上 基本上简单的答案就是不会 不会的 不会 不会 除非你那个蛀牙的位置 是很靠近 比较常 比较普遍见到 就很靠近在你的舌头 或者你的脸颊 然后你的脸颊或者舌头 每一天都会 因为那个蛀牙的话 你的表面不是滑面的 对 你的表面有一个尖的 所以它就好像一直 有一些擦伤的情况 所以有时候呢 很少的几率之下 它可能会病变 所以主要是因为摩擦到 对 而不是所谓蛀牙里头的戏剧 去影响到 但是那个摩擦到的呢 也不是因为两天 三天被摩擦到 就会有这样的新冠 但是有比较长时间 虽然说它不会变癌 但是如果蛀牙问题 也不及时去处理的话 也会演变成很多一些 严重的疾病的 对不对 对 当你的牙齿痛的话 有些病人呢 他会痛到 因为他生浓 对 所以他整个 这边就一个很肿的 很肿 然后呢 嘴巴就开不到 是 对 然后为了更了解 这个可能我们口腔里边的健康呢 刚好呢 就是来临的 十月十八号 星期六呢 就是有一个口腔癌 一时觉醒的运动 就早上呢 七点钟开始的地点呢 就是在吉隆坡的 滴滴旺沙湖滨公园 诺德 当天有什么东西呢 当天基本上 你会 如果你去那边的话 当然你会有 我们会有几个节目 第一个呢 就是儿童彩色比赛 第二呢 就是我们有三公里的 在那个滴滴旺沙的 那个公园走 陈运 第三呢 就是会有 早朝 然后基本上 如果你去那边的话呢 会有一些摊位 是跟你解释 什么情况之下 在口腔里面 你需要注意的 有一些图片 有一些专人 会帮你讲解 那我们现场 是不是可以 请doctor告诉我们 就所谓的 一般大家的口腔 最需要注意的 卫生主要是哪里 是 OK 基本上 所以比较普遍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你每天早上或者每天晚上 你刷牙的时候 你就在那个同时 因为你的手也弄干净了过后 你就顺便检查一下 你的口腔的组织 所以基本上第一呢 你就可以看着这个牙齿 你可以咬着牙齿 你就看你上面和下面的牙影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开你的嘴巴 你会看你的周旁边左右边的脸颊 到底有什么肿瘤 有什么颜色是比较鲜红的 或者是热红的 然后再不然你就看你的舌头 你也可以把那些舌头翻上去 你至少看你的舌头底部那边 有什么肿瘤 有什么比较不明的生长物 然后当然我们可能一个普通人 不知道到底他是会有什么问题 那个时候你就见牙医就医 或者是找一些比较专业的额袋 所以主要就是多观察 平时每天早上在刷牙 或者晚上刷牙的时候 多观察自己的嘴巴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需要的时候找医疗 对 千万不要觉得牙医 是一个很恐怖的 其实它对我们也很好的 要照顾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洛德利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也来看一下有关 因为我们说口腔口腔 你的嘴巴嘛 对不对 那你懂不懂有哪一种的动物 有奇特的嘴巴吗 不懂吗 等一下来看一下 拥有奇特嘴巴的动物 卢庚 卢庚是海牛木 卢庚科 草食性海生动物 类似于海牛木 海牛科 栖息地相同 它们还是海牛木中 唯一仍生存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物种 卢庚的上唇向下弯曲 类似马蹄形 牙齿位于嘴巴内部 因此 卢庚进食时 看起来就像吸尘器一样 在地面吸食海草 卢庚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海底植物 一般以多种海生植物的根 茎 叶 与部分藻类等为食 金头罐 金头罐是金头罐科下唯一的大型热形性鸟类 主要分布于非洲中部或东部的热带沼泽或湿地 金头罐拥有巨大的黄色鸟绘 鸟绘的前端具有骨状结构 能用以捕捉和撕裂猎物 金头罐会利用这张嘴进行捕食行为 它会先静待猎物上门 等到猎物不慎靠近时伸出脖子 利用鸟绘的重量向前咬下以抓住猎物 金头罐主要以鱼类为食 但有时也会捕食两栖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 剑嘴蜂鸟 剑嘴蜂鸟是蜂鸟科下的一种 原生于南美洲安地斯山脉海拔高于2500米的密林内 因此多个南美国家均有其踪影 包括波利维亚 秘鲁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及厄瓜多尔等 剑嘴蜂鸟与其他蜂鸟一样以花蜜为食 为了适应当地花罐极长的蜜圆植物 剑嘴蜂鸟有着极长的鸟绘 因为这些植物大部分花罐下垂 剑嘴蜂鸟必须悬停在下方 将鸟绘伸入花罐来吸水花蜜 好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口腔癌 就是说要照顾我们口腔的卫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用嘴巴来吃东西 但我们的口腔照顾得好的话 才能够吃尽各种的美食 各种好吃的东西 对不对 那今天的料理好意志 我们要准备什么好吃的美食呢 马上请说我们今天的嘉宾 那是婉娟老师 老师好 老师你好 老师 今天要教我们做什么菜 菠菜炒番茄 菠菜炒番茄 好 为什么要做这个所谓的菠菜炒番茄呢 因为这道菜它的其实有 这个营养价值其实是蛮好的 对 尤其是它菠菜 对 好 究竟它怎么做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材料有什么好不好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 其实我看起来好像简单对不对老师 对 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会用到椰子油今天 椰子油 我们为什么会特别要挑椰子油 这个椰子油它还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它很健康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能力 增加免疫力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不想要用普通的油 就用椰子油来烹饪会比较好 然后再来呢 这个少洗的姜丝 因为这个姜它可以去寒 对 姜去寒 那我们有要选老姜吗 还是嫩姜那些也都可以 一般上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是有姜就好了 好 所以姜的话我们是把它切丝嘛 对 好 那下来今天的主角了 菠菜 好 菠菜 菠菜我们是先怎么处理啊老师 菠菜就是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洗干净的 然后我们就切一小段一小段 切小段 好 这是菠菜的部分 那再来 还有少洗的这个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也是把它切丝 对 好 那再来呢 还有就是一颗的番茄 一颗番茄 番茄也是把它切丁 对 就是切块了 就是任何的番茄都可以 对 一般上的番茄 好 一般的普通番茄就可以了 对 好 那再来调味料 少洗的海盐 少洗的海盐 好 老师 我们特别为什么要特别选海盐 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也是一样比较健康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近几年 大家都比较习惯用海盐来做料理 对 还有少洗的黄糖 少洗的黄糖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我们的这个调味的部分 其实很简单 对 就是盐跟糖罢了 为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好 我们马上来看第一步要做什么好不好 好的 我们已经 锅已经热了 我们就加入这个椰子油 先热锅第一步 热锅了之后先下油 还有这个姜丝 姜丝 就是先爆香嘛 对 我们先爆香 好 好 姜丝 OK 你看 这样子差不多了 好 接下来就是菠菜 就加入菠菜 好 我闻到椰子油的味道很香 对喔 不需要喔 好 所以就是买回来之后 把它洗干净 切断就可以了 对 文杰帮忙我拿 那个番茄 好 再来就是番茄 好 我们就加入番茄 好 我们知道这个菠菜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好 好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来介绍它呢 主要就是菠菜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就是除了有一些维生素A 维生素C之外呢 最主要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菠菜 它里头含有很丰富的这个钙质嘛 那钙质呢 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骨骼 非常的好 对 对 有它的调味料 好 谁需要的是调味料 少许的 盐 还有少许的黄糖 好 盐跟糖 老师动作很快 老师趁我在帮大家解释的时候 老师就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放下去了 所以老师我们这样子炒 其实先后顺序有需要特别讲究吗 没有 因为这个红萝卜 我们已经是拍撕了的 红萝卜因为我们把它切得很细很撕 所以基本上就不需要先把它先下 其实基本上它跟菠菜一起炒 它就会输了 所以这个菠菜我们时常吃都对我们身体很好 好 它营养成分也是很高 OK 这样子炒一下基本上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道菜我们不用再加水 不用加水 对 我有发现到不用加水 因为一般的时候我们炒菜基本上都会需要加一点水 为什么不需要加老师 因为你看这个番茄它本身我们这样炒的过程它会出一些水分 对 番茄本身在煮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一些水分了 好 这样子 而且菠菜其实也会有一点水出来 对对 好 好了 这样子 所以其实很快 有没有发现到这样子炒一下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上锅了 对 这样子它都已经是完成了 好 完成了我们可以先上锅 先起锅 起锅给大家 好 有没有发现到其实今天做的这道所谓的菠菜炒番茄 就是非常的快 就是只需要下锅准备好所有的食材下锅炒了之后 对 就可以把它稍微炒几分钟就可以起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帮大家重温做这道菠菜炒番茄的材料跟做法 我真的不用了 太小了 这里 здесь 吃 别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菠菜炒番茄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几样的材料主要就是菠菜跟番茄 把它下锅炒了之后呢 基本上它就是成为一道主菜 你可以把它放入到你的便当当中间 它就是一个主菜可以配饭吃 就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现场呢 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 还有番茄来配 基本上呢 这样呢就是很完整的一份营养餐了 对 我们这个就给文杰吃 好 这里来试吃看看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因为刚刚老师在炒的时候 其实已经闻得到味道有点香 好吃耶 好吃的 文杰 因为为什么老师用那个椰子油炒 所以它有一点那个椰子味在里头 对 对这个纯正的椰子油 对 所以再加上这个菠菜 其实它的纤维非常的丰富 所以对一些可能消化不太好的人 他们就可以多吃对不对老师 而且它营养成本很好 它还可以抗癌 增加我们的免疫能力 好 真的是营养多多 好处多多 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做看 非常谢谢婉娟老师 谢谢Oscar 谢谢 好 我们回家再休息一下 别走开 马上回来 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嗨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活动 其实我们在庆祝Holiday Ghandi Paul Boutet 有Colorbreak跟我们的艺术家 Kathy Roger 一起展现这一次水唱光芒的Holiday 这整个系列叫做Towards the Horizon 陈述着在海底世界的一个小美人鱼 它要有一个自己不一样的精彩的旅程 如果你能够前来我们的柜台 你就会看到整个系列是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如果你看到它每一个包装上 都有自己一个美人鱼的一个概念 这一次La Sierra的这个美人鱼手中呢 其实有的是这一颗拿着一个珊瑚的钥匙 这个钥匙就是可以打开 你的璀璨的Holiday假期 我感觉很梦幻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美人鱼 所以今天你看我的大伴就像是一条美人鱼 因为我的肌肤是属于很敏感的 所以我不太敢乱用产品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用了 Kathy Paul快三年了 欢迎收看《活力加油站》 那么来到就是动起来这个环节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运动呢 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浩颖来到我们这里的 哈喽 大家好 是 那么刚刚呢 我们的大主题就有说到口腔嘛 那口腔一般上大家都会忽略的 尤其是这个口腔运动的 那想问一下浩颖 那么其实口腔对我们来说 也是要做某一些这些运动的 对不对 对 因为 那我们首先可以看这个结构 那我们今天主要教的运动呢 就是会专注在我们的咬肌 捏下隔关节 是 还有舌头和嘴唇 那咬肌呢 这个肌肉就是帮助我们做咬牙的动作 还有就是咀嚼 再来就是捏下隔关节 捏下隔关节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 就是它是帮助我们 这个头骨跟捏下隔关节 而组成的一个结构 所以它这个结构呢 就是帮助我们 把整个口腔附近的这些结构 有一个稳定性 再来就是做我们做这些咀嚼 咬牙 吞咽 全部都是会使用到这个关节的 舌头呢 就是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for我们的这个讲话 是 比较清澈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食物 推进这个食道 明白 那比如说 如果我们没有就好好的 去保护我们的这个 口腔里边的这个结构的话 就是一般上会有什么问题呢 比较常见的呢 就是会有这个 捏下隔关节的疼痛 所以它会有这些头痛啊 颈痛啊 再来就是它会渐渐性的 就是会有耳鸣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你的耳鸣 是因为这个脸部神经而导致的话呢 这样我们口腔运动 是可以帮助到耳鸣的 还有就是讲话 可能因为 胸量也会影响 对 如果你口腔附近 有这些支身的话 那它有时候你讲话会比较疼痛呢 讲话的质量会没有这么的好 然后头和颈部疼痛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口腔这个下巴呢 下面这里附近有很多的这个肌肉 所以它的这些肌肉呢 都是连接到我们的这些颈项 对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下巴 比较紧绷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颈痛的问题 是 然后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咀嚼啊 这个吞咽的问题啊 嘴舌头运动的困难啊 嘴唇舌头下巴 可能协调性上也会遇到一些难题 对不对 就是这个咀嚼会有一定的问题 再来可能你的这个关节会发出 有些人会有很常 对 有这个声音啊 这些都是会导致疼痛的 是 那么其实有说 什么的一些运动啊 就是因为一般上我们做运动 就是做身体运动嘛 那么口腔如果我要它就是 怎么说 伸素性比较强一点 那么其实可以做某些的一些运动 是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运动呢 就是舌头的运动 那我们可以张开我们的嘴巴 把舌头拿出来 把舌头藏到最深 然后呢 往这个上唇开始 然后往这个顺时钟的方向 舔你的嘴唇 舌头伸出来 然后往顺时钟舔嘴唇 那这个动作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说如果你的嘴唇 或者是你的舌头附近 有这些真生物 你会比较疼痛 而导致我们这个 对对对 讲话没有这样前行 或者是你的这个吞咽的能力 没有这么好 所以它都是可以改善这些的 是 再来呢 就是可以刺激 我们这个脑部的神经 就是密走神经啊 这些都是可以刺激到的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的话 在往左或往右的时候 它是可以拉到这个脑部神经 的密走神经 那密走神经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整个身体的这个 好像休息啊 或者是你比较紧张的时候 你这个密走神经 它会跟你关闭你整个身体的系统啊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 整个身体都会比较放松 可以拉到这个神经 明白 再来可以拉到这个脸部的神经 那除了这个舌头要做运动之外 那么可能我们整个的这个 口腔也是要做吧 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捏下隔关节的运动 比较多人常会有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就是把嘴巴张开 然后呢 把你的这个下巴呢 往左或停留三秒 然后呢 再回来 再往右边停留三秒 是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下巴比较疼痛 没有办法做到很完整的话 你是可以用你的手呢 往这个下巴推 哦 就增加 那是嘟嘴哦 就是你要增加你这个关节 增加那个阻力 增加你关节的这个活动能力 是 那除了这个动作之外还有什么动作可以做 最后呢就是我们会发出三个声音 就是第一个就是啊 就是开嘴巴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 咬牙 第三个就是你的嘴唇 这个好像在小学的时候学这个中文发音一样 它就是帮助我们整个口腔的这个协调能力 发音 然后咀嚼能力啊 这些都会帮到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浩颖来到我们现场来教会了我们这个口腔的运动 大家记起来呢 除了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运动之外 口腔也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 那记得待会一定要留守我们的活力好购物 除此之外呢 我们明天的大主题呢就是探讨 如果呢控制有关的你的这个盐的话 可能可以帮助到一些这个第二类型的这个糖尿病患者 到底为什么呢 明天一定要留意我们活力加油站的 那明天推个时间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